宏基集团创办人施政荣出席扬明交大半导体教育60周年纪念 即2024半导体高峰论坛 施政荣表示 台湾半导体产业在80年代的变革 造就了台积电 也造就了辉达和苹果今天的成就 台积电资深副总经理侯永勤表示 从全球的角度来看 未来十年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取代今天的半导体产业 他也点出台湾半导体产业独具的生态链优势 台湾半导体产业不是只有制造 它帮忙包含制造 设计 封装 测试 甚至还有我们的那些chemical pool 还有甚至大家认为我们的云界 我们所有supporting的一方刷权 还有政治的效能 这些合起来才有办法让我们营造出来一个 现在全世界最有效率 最进步的一个生态链 这个是其他没有的 侯永勤指出 台湾的半导体生态链是在过去30年 全球化的环境下 所引荐出来 今天任何一个国家 想要再去打造这样一个生态链 并非容易的事 鸿海半导体事业群总监李陈伟明也表示 半导体产业需要快速 纪律和勤劳 台湾文化三样特质兼具 但是比这个更根本的我觉得是文化 那台湾的文化是什么 我刚才见我们那个董事长 刘安伟讲的 他说台湾文化是这个美国的创新 日本的纪律 再加上这个中华文化的勤劳 这三个是非常的重要的 台湾新司董事长继总经理李明哲 也大赞台湾半导体生态系 他表示几乎看不到任何一个国家 有办法向台湾拥有这么强的生态系 新城野太电视 林秋霞 钟麒麟 台湾新竹报道